大理区东明路上的六桂花福的祠 是地方的信仰中心 建庙多年 而原先拜庭的龙凤城乡图案 以及金炉的浮雕等处 已经出现了斑驳模糊 为了让这庙宇的工艺再现 最近庙方就邀请到宫殿彩绘师傅 将这些地方是重新的彩绘上色 透过师傅的巧手 不仅展现对神明的颂养 也传递对信众的美好祝福 彩绘老师站在工作梯上一笔一画 为土地公庙拜庭的龙凤城乡画作做修饰 原先这一处画作在多年烟熏下 已经模糊不清 现在经过老师重新上色 霍灵火线 就是说那些 也是照那个旧的 还重新粉刷过 彩绘过 就是像那个上面那个天花板 那个我们说龙凤堵 龙凤堵我们都算一堵一堵 那就是 他本来都被那个那个 因为香火顶盛 因为顶盛 所以都 粉到黑黑黑了 所以又粉刷过 现在粉刷过 就人家有看到那个图腾 很明亮啊 人家就知道 原来就是有画在这边啊 大理区东明路上的六桂花符的瓷 是地方的信仰中心 建庙多年 许多的建筑壁画以及浮雕 都已经出现斑驳模糊的情况 管委会决定邀请宫殿彩绘师傅 在这些地方展现记忆 不仅是对神明的颂养 也为信众带来祝福 很多人都看不见 主委那是什么 暗面都看不见 所以我们这 现在中心把它拆尾了 这些龙凤丞翔有出来 第二就是这些扁图漏出来 会拆尾来 我们也有人说 这次彩绘廟 还可以有这些信徒 对人的廟年 以后的行为可以顶着往生 那个田老板他比较软化 头部都要搭搭 比较坏 还比较细工 因为那个彩绘 彩绘跟那个 尤其是不一样 彩绘是一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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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但是那个金色的部分 我们就打三顶 那个金啊金粉啊 现在土地公庙焕然一新 庙方也希望民众 请来参拜的时候 以欣赏艺术的心情走进庙宇 细细欣赏这些民宿工艺 捷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